现在是早上的 五点半 五点三十早 准备起床了 昨天晚上在这个湖边的 扎的硬 五点多起来 看一下这边的一个日出 看看能不能看到 现在起来 我看了一下 刚才外面好像有日出的迹象了 日出好像是五点四十多 现在五点半 先起来看一下外面的情况 外面好凉快 这旁边超市的人好像已经来了 那边山有点微微的泛红了 这是今昨天露营的地方 我先把我的这个收拾一下 然后去洗个脸上个厕所 厕所在那上边 等会差不多可以看到就粗了 这是昨天露营的环境 是一大片的湖 先收拾一下 这个都把它取下来 外面好凉快 但车里边还是挺热的 水雾气 都在里边了 应该 这太阳还没有见终迹呢 居然有人在这里打帐篷 我说昨天怎么老是有人开门 关门开车门关车门的声音 有人在这里露营 这边上面就摔了 这边很终迹 被泛红了 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软件上 日出的时间是5.40多 现在已经5.55了 这是有一点微微的泛红 这是昨天露营的地方 好凉快啊外边 刚车里边有点热 他在这大帐篷不知道 凉不凉快 应该会凉快一些 我昨天在这里睡 在我车里 他昨天在这里打帐篷 拥红了 昨天夜里 昨天夜里 三四点两三点 不断的有人来 不知道干嘛的 来来走走 来来走走 这一瞬间的事情 哇塞 这个太阳一下子就冒出来了 这一瞬间的事情 终于出来了 看这边 湖也开始烂起来了 天亮了 附近的人都已经骑了 村民 在这里再待一会儿 然后我们就出发走了 趁着凉快就先走 太阳已经完全升起来了 已经开始稍微有一点点温度了感觉到 我们开始走吧 现在走还稍微的凉快一些 等看下再升高一点就 温度就更高了 我们待会儿出发下一站吧 我们待会儿身会儿 我们待会儿